大家一提到環保衣服 就会想起之前在商场里 搞一些所谓的环保设计比赛 塑料交过来 一些不太可思计的东西 除了设计之外 也要绑构的失踪性 为什么要放在一个博物公司里 希望我要提供更多客户 是真的会让人买买买买买的 我觉得这样才是完全可以把这个讯息带出去 可能衣服做出来卖不完 其实都是废物的 或者布料你用剩下的又是废物 所以如何去减轻这些废物呢 如果设计师或者品牌 都可以用一些旧的东西 或者一些没用的东西 重新再做一件衣服 卖出来的 其实已经是带动了时装潮后 可能几万元就做一件衣服 再一次就不穿 其实我也会鼓励他们 也会很支持他们 这件衣服 帮他们再做一件衣服 如果有些客户 他本身是要订造一件很特别的衣服 当然有很多衣服 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很急化的 当然我们也会去推出这件衣服 希望可以卖多一些衣服 如果你说能够 连一些大众化的品牌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博物 可以一起去推荷 我相信成果会更加大 如果布商也支持我们的 他可能会将一些旧布回收 重新再做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 manufacturer 就是他们是将一些旧案 去经过一些柱领 化学柱领 去将它重新去做布 其实是一样可以支持我们的 你同一件衣服 你要收窄 可能四五种 感觉很不符的物料 有些可能有男装的物料 有可能在一条男装西装的裤裤 或者可能有一件外衣的裤裤 或者有一件外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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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外衣裤 可能我就是有个裙子 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你真的要浪费一些 小心思路做 而且也会有其他特别的物料 但是可能他自己的风格 可能是喜欢make some magic 和蜜蜜的物料 就是不同的衣裤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做完晚章 或者最开Ready to work 就是这次是一个 给了学习的角度给我的尝试 例如这次 我也是去收集商 那里找的 很多这三个是去寵导的 但是变了找回来 有一些都挺interesting的 无论的颜色 或者在那个布料那里 其实也是很新的 甚至乎有一两个字 就是那个牌都没拆 那已经购了很多商品 当然是不是说 随便拿一些叫做旧衣裤 或者随便拿一些 随便就是 但是你也是有个要 要拆完那个方法的字 或者整个布料才是否投入 那我大致上要看到有什么商品 我才知道怎样的服装 你不要说我认识了 我要做完这样的东西 接着就要找个人 就是不同的 就是那个製作的方向 那个方法不是很充满 那我觉得这些很严重 我真的一向都很喜欢这个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 是一向是一向我们的文化 和教育 我自己的店铺 是一个比较多的 但是我又不会特意贵 这个呢 真的想一个 就是我画一个比较多的方法 我真的会是一千多年 甚至加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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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喜欢那些技巧的方法 真的是黑色 或者是加工 我真的加一些 真的我尾巴的手机 真的比较多的 那些 加一点就够 那两条 这样的 黑色 加一些白色的 stripping 已经挺好的 我觉得真的想被人收到一个 又很开心 又觉得好又有心思 应该用这个方法去 用这个好玩的方法 小孩子都应该要开始 就是用自己的T恤 塗衣什么 因为你自己穿的时候 都很开心 这些是要搭红色的 所以新年纪 已经是需要知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 尝试做些东西 加工 或者改件衣服 所以在MakePoint